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5月30日 西勇有望双杀杜安 周日晚上 瑞士超升降班附加赛斯回合开打 西勇回师主场迎战杜安 从西勇首回合作客就大胜杜安 可以看住 双方实力差距不少 由此可见 金扑回师主场 全面占优的西勇有望双杀对手 西勇上级已经是精贤宝祖 按道理来说 他们不会想再经历这种惊心动魄的过程 但令人失望的是 西勇经济继续重蹈覆辙 球队整体表现并没有太大的改观 要不是赛季尾段 抢下了足够的分数 他们可能就是直接降班的那一队 不过正所谓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西勇也是如此 他们还没有保足成功 球队需要与杜安展开两回合的战斗 有利的是 首回合做客挑战杜安 西勇全面压制对手 最终评级祝赫拉奥的梅开二度 以及托施迪和乌殿基斯的入球 西勇4比1大胜对手 虽然优势已经非常明显 但西勇不能掉以轻心 此番回师主场作战 西勇不能保守 应该继续保持进攻欲望 力求再次将对手击杀 杜安取得联赛 第二位取得一个参加升班附加赛的机会 他们最终也能在瑞士甲突围而出 得到了对阵西勇并且有冲超的希望 不过始终球队实力是不占优的一方 首回合主场作战 杜安希望捍卫主场的荣耀 不过事与愿违 杜安全场都得不到很好得分良机 他们仅凭杀拿诺域 在比赛最后时刻公路挽回颜面第一球 最终输1比4 大势而去的杜安金扑想在课场掀起反击 简直难过登天 另外 杜安最近两次做客 对阵西勇一胜难求 球员心里同样处于下风 杜安此番出征时在南极后望 你正在收听的是 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